没错,这就是蛋在国际服啦 因为上次新手训练营的ID被人抢先注册 无奈之下,我只好注册了一个名为 蒙鱼老总的ID 反国际服的原因呢,很简单 因为迟迟没能等到正式服的法拉第翻唱 却等来了国际服的上架 而且还是砸箭蛋抽奖获取的 要知道,九次内必得 58个闪耀币不到就能拿下 这里说一下啊 国际服的闪耀币 就等同于我们正式服的彩虹币啦 只是不知道 这国际服会不会比正式服还欧呢 蛋币已经提前冲好了 虽然不多,但堵的就是欧气 第一发,新式水 反正就两个彩虹币 就砸中间这个吧 你好 二十个潮流纤维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我都跑到国际服来了 你还换了法里来坑我啊 好在两个彩虹币并不多 第二说吧 那就第七个吧 你好 一个染色剂 看来和正式服一样啊 中奖概率 微乎其微 就剩六十个蛋币啦 这最后一抽 你总不能比正式服还肥吧 选第三个 你好 好吧 确实比正式服还肥 重蛋币 没错 那个男人 他 又回来了 这回继续来抽我们的第四抽 刚刚找人算了一挂 那人说第一个是我的幸运蛋 你好 好吧 并不是 其实是最后一个 看吧 没错 我就说吧 正式服无法必出 我国际服无法肯定也能出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虽然这回国际服也算是保底了 但是 这款皮肤 却弥补了 我正式服没有这个蛋的缺陷 在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赚了啊 有道理 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非球 到底说是在哪儿呢 还能夺 这么好 这ší 绰联 WAR